香港每人每日平均气质1.3公斤的垃圾 换言之,香港每日的垃圾气质量有超过9000公斤 我们可不可以用少一点,又浪费少一点呢? 香港政府已经定下大幅减费的目标 即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废物管理系统 并以严谨的策略去达置目标 我们需要去源头减费,重用和回收 首先是源头减费 我们需要有实际行动去改变这个浪费习惯 我们会继续加强推行废物源头分类计划 并且令源头分类成为每一个市民的习惯 我们的社区环保站成为示范及实钱干净回收 和环保教育的中心 我们将在全港十八区各区都有一个社区环保站 我们主张减少废物是大家的责任 我们会设立各项的废物处理设施 令宝贵的废物资源得以妥善使用 经验显示,经济有因有效推动源头减费 未来,我们继续有赖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 实施废物按量征费 是转一步减费的重要措施之一 同时,我们会支援回收业的发展 和协助提升技术 我们以尽量减少使用堆填区 并且将废物转化为有用的资源为目标 使用先进的技术 我们可以减低废物的体积 同时转废为能 厨余也可以转化成生物气体和堆肥 你又知不知一个全新的设施 已经在2015年4月开始运作和发电呢 当我们饰物减费的同时 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 有你的参与 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环保 和可持续的香港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今天就等我们一起开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